大家好,我是Dan 很多K-POP四代团在出道后不到一两年就面临了成员退团或暂停活动的情况 有些成员甚至在正式出道前就离开了公司 虽然成员退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近几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因成员退团而发生人员变动的巫族四代女团 2022年4月5号 Lisrappin在发布出道预告时 成员King Garam爆发了校园霸凌争议 当时按照出道计划 Lisrappin在5月2号正式出道了 但由于校园霸凌争议越来越严重 King Garam在出道仅19天就宣布暂停了活动 最终在两个月后的7月20号 Sos Music宣布与他解除合约 并正式宣布了他的退团 目前King Garam进入了建国大学戏剧电影系 2022年12月9号 吉尼因个人原因与JVP娱乐解除了专属合约后 退出了Mix 而在JVP的官方声明中 并未明确说明退团的原因 因为吉尼是经历了7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好不容易才实现梦想成为IDOL成员 出道后他还向粉丝们表达过感谢 并承诺会一直努力 所以他突然的退团 让粉丝们感到更加惋惜 之后在2023年10月11号 吉尼在新的经纪公司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以Solo正式出道了 Sitala的父亲是泰国人民民主联盟领导层 曾多次支援独裁军政府的立场 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反感 再加上Sitala在自我介绍时 曾说过一直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榜样 这个消息很快在泰国的SNS传开 也登上了12月2号的曼谷邮报图版 粉丝们反对他的出道 甚至表示要抵制Hayki 而不仅在泰国 在韩国饭圈也引起了不太好的舆论反应 但当时的所属公司并没有过多在意舆论 还是按照原计划让Sitala出道 但因为争议越来越大 最终在2022年5月25号 所属公司宣布 Sitala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团 Hayki将以四人组合继续活动 当年一位网友上传了一则贴文 指控姚家A的成员苏金 在中学时期霸凌了自己 消息一传出 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之后曾与苏金同为校友的演员 也发文称自己曾被苏金霸凌过 并且为了克服这件事情花了5年的时间 虽然之后有很多证据 澄清了苏金并没有霸凌 但是Cube娱乐担心正义会变得更大 发布了官方声明表示 苏金为了不再拖累Yajayder 决定退出组合 之后在2023年11月8号 苏金在新的经纪公司 以首张个人迷你专辑 Agashi Solo回归了 永瑟在选拔艾里成员的节目 RUNIST中 最终拿下二位的成绩 成为艾里的出道组成员 但是在2023年12月中旬 永瑟在weboss上的消息突然断梗 2024年1月初 只有五位成员参与了在台湾 进行的出道预告片的拍摄 而永瑟并没有出现在影片中 这让网友们感到非常疑惑 结果在2024年1月5号 Pilip Lab宣布 永瑟因个人原因 与公司解除了专属合约 艾里将以五人组合继续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